三地集團預計將在高雄鳳山區 興建全國最大儲能廠 周遭的居民是群起反對 爭議還沒有落幕 同樣在鳳山區的文華裡 近期也被居民發現 另一處的儲能廠 將會蓋在住家後方 不到三公尺的地方 而且附近還埋設了天然氣管線 還有臺鐵地下化的軌道 也讓居民擔心啟用後 萬一發生事故 會殃及周遭的住家 以及會釀成公安事故 今天就發起抗議 打開後門大批儲能設備 一入眼簾 距離住宅不到三公尺 高雄鳳山 文正路跟文昌 一街交叉口的土地 去年九月中開始動工新建 對外宣稱是不斷電備用系統 越設施遭圍牆擋住 居民也不清楚裡頭狀況 但比變電箱還大的 儲電設施越設越多後 居民發現不太對勁 居民在附近掛滿抗議布條 因為工程不但沒事先告知里長居民 地點又緊鄰住宅 天然氣管線就埋在儲電設施跟住宅間 一旁綠化布到底下還有台鐵軌道 居民就怕萬一設施起火或爆炸 不僅危害周邊住宅 也可能釀成公安事故 有關除人暗場 市府會以維護市民居住安全為優先 嚴格把關要求業者落實暗場的迴運管理 我們也會持續積極與 李民和業者來溝通討論 該工程預計在今年十一月中完工 高市金發局強調經濟部隊儲能設備 有相關安全及認證規範 會監督廠商落實 但里長認為儲能廠本就是正義設施 設置廠商應事先告知 並召開公聽會 取得李民同意才興建 對此金發局回應會在居中協調 記者陳煥 許正俊高雄報導